在台北有一家经营30多年的老茶楼 这生意呢一度面临了瓶颈 老板力求突破 请来国宴级的香港名厨 点心呢采用现点现做 而菜色也更多变了 像是用芒果虾球取代了凤梨虾球 入秋之后除了端出了香辣蟹 还推出了这种芬兰桑拿虾 让这个活虾呢做三温暖 透过蒸汽的方式料理 那么在这个涛客旁边 直接表演上菜秀 也让老涛们是大呼惊奇 头塞蕾喝饮茶静养还有上菜秀 嗨 你好 帮你们上一道招牌菜 桑拿虾 桑拿虾上桌了 接下来削头十足的通调过程 看得老涛惊喜连连 不要太近 它那个烟很厉害 芬兰桑拿虾好吃到涛客 不断剥虾一口接一口 很特别啊 它直接在我的桌子旁边去通煮这道虾 我真的觉得很棒 而且它的酒味还有中药味都锁在虾子里面 虾子非常地鲜甜 真的很好吃 虾子女人话也要来做做芬兰玉 进蒸汽室做自然温暖 释放出薄虾的新鲜好滋味 吃来口感更Q弹鲜甜 这道菜满有特色的 在现场做有那个气味啊 然后有那个气氛这样 那客人反应也不错 将菜色推陈出新的就是他 曾经参与总统国宴的香港主厨谢永成 首先翻烤能耐热的石头 把石头烤到红通通 到达一银高峰后 将石头放进梦中 再选用新鲜活虾 加进挡三等中药材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特制的香料水 顿时蒸汽四散 当香料水结合中药材 撒在新鲜活虾上 香味立刻扑鼻 要看虾的大小 这种一分半 半一点 半半一点 而秋天道吃肥美的螃蟹 正是时候 秋天就是蟹 秋蟹 然后我这个是叫香辣蟹 它加了那个 我记提炼的辣油 那个是 算有一点那个四川的口味 谢永成特地到大陆四川取经 学正宗辣油做法 炒秋蟹经过一次又一次 无厌其烦的翻炒 淋上特制辣油 时来呛辣过瘾 难怪香辣蟹大受欢迎 秋天刚好就是吃螃蟹的季节 很想吃 很香 可是又不会太辣 虽然看起来很辣 然后肉质又很嫩 我觉得很棒 色香味俱全的还有 出水芙蓉汤 我一打开就是一朵花 那我很好奇说 到底是什么做成的 为什么会这样切成一条一条的 看起来好漂亮 白嫩嫩的豆腐 经过主厨的细腻刀工 转眼变成朵朵盛开的花 瞧 每次煮这碗汤前 主厨还得戴上眼镜 集中注意力全神切豆腐 让豆腐宛如出水芙蓉一般 蕭艳迷人 那当我实际吃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汤头是很浓郁的 那你会就是会想一直在喝 那也会很想知道说 里面到底有什么 有点在熏爆的感觉 老饕舍不得享用功夫菜 却又想探索出水芙蓉下藏了什么宝藏 烤料铺满汤碗底再加进入薰滑火腿 老母鸡 猪后腿肉 猪骨 熬煮八小时后的金黄高汤 很香啊 然后蛮有味道的 我很喜欢这道 现在的饮茶文化跟以往大不相同 昔日的点心推车 如今讲究更新鲜 改为现点现做 坊间港式餐厅林立 有一些更采全天候经营 为了区隔客群 这一间经历三十多年的老茶楼 生意经历高低潮 在面临这些困境的时候 我们也做出一些很大力的改变 例如我们重金的聘请 从香港来的主厨 然后也一举的就是推出了全新的菜色 台湾的传统茶楼面对竞争 求新求变 而佳瑶的幕后推手 来自香港的谢永成 他有一套想法 上现在夏天嘛 我们就有个芒果虾球 很多都做枫梨虾球 那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就是 跟着那个季节水果这样 谢永成过去曾在香港五星级饭店级 米其林餐厅服务过 飘洋过海来到台湾 一待二十几年 原来因为他爱上了台湾姑娘 香港名厨在台湾娶妻生子 台湾环境不错 就生活啊 那个都蛮舒服的 爱上台湾 爱上台湾 谢永成也把他爱的粤菜 分享给台湾涛客 在老涛品尝一道道热腾腾的菜时 里头有谢永成投入的 道地家乡味 你家乡进行店 吃食物 饭